Hello大家好 今天这个视频与大家分享两道菠菜 那两种做法呢 我们都不直接下锅炒 正好符合了现在的宣传 说菠菜里面有叶酸 不能这样吃 要这样吃才健康 那我这样做呢 只是巧合 我们家一直习惯这样做 因为简单 方便 爽口 菠菜挑好后呢 这样洗干净 大颗的给它剥开 长的呢一摘二 短颗的就这样放过 洗好后呢 我们把菜排整齐 前面去掉一点点 再准备几颗蒜头 水开锅菜下 烫熟 差不多一分钟上下就可以捞起 然后水憋干 直接淋上一点生抽 这边我们起一个小油锅 爆香蒜头 不要爆的太过 香味出来即可 直接淋到锅菜上 这道菜 这道菜就可以上桌了 那做前菜呢 我们要用到熟的白芝麻 用芝麻呢 我们把它磨碎 做一个酱 尽量粘碎 然后呢给它倒入碗里 然后我们加糖 生抽 搅拌成这样 稠稠的 我们放置一边待用 做前菜时 菠菜的梗可以拿掉再烫 只要叶子一缩水 马上就给它捞出来 放到清水里 然后呢捏干水分 我们切成一小段一小段 打松 放到碗里 然后呢给它做个造型 对得高高的 芝麻酱 盖在上面 不要去动它 上了桌再拌 就这么简单 芝麻菠菜就完工了 好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